你們好大力啊 會被人餵 會溫到我一生都是 放假啦 今天是Labor Day Long Weekend 三日假期的中間那一天 所以我們可以去遠一點 去北島的北邊 大概距離Auckland兩個中車程的地方 去看草泥馬 出發之前當然要吃早餐 今次這間bread and butter 最出名的就是牛角包 我試了apricot danish 和almond croissant 它的 croissant有一點點蛋糕的質感 大家推薦我要試 plain croissant 或者有機會下次我再試 你放在頭上看看 是不是真的很大肝 去看草泥馬場 其實這次已經是我們第二次來草泥馬場了 我們喜歡這裡是因為這裡的環境真的很漂亮 這個山坡下面是海 而那些草泥馬就每天對著海吃草 感覺很peaceful 這裡的收費都很便宜 收30元一輛車 即是每人幾元 沒有資料或者其他收費 我記得那時候去南島要20多元一個人 所以這裡真的很值得玩 最重要的原因是這裡一點都不commercial 這裡140隻草泥馬 全部都是由農場主人Valerie自己打理的 她最初是揭雜誌 見到養草泥馬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於是就買了兩隻男子的草泥馬回來 接著她又想買一隻那隻回來幫她們生寶寶 想不到真是一變四四變十二 就變成今天這樣了 聽得不錯 那些雞都一起來呀 我們要來這隻和泥馬 upupu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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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很多 你不要 你很害怕 好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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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 停一停 大家先冷靜 聽我說幾句 我們今天有很多 給大家 這裡有東西派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慢慢來 不要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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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哈哈哈哈 你擺在我的臉來 哈哈哈哈哈 他 Á00 1000 도 不要吃著大家 這隻草泥馬大了肚子 還有幾個月就能長得 原來草泥馬是沒有所謂的發情期的 只要男生和女生放在一起 他們就會不斷生小孩 所以男生和女生是要分開的 Valerie叫這些做 Supervised mating 計劃生育 而透過幫他們選擇對象 亦都可以控制生出來的BB毛的質量和顏色 這也是這個Farm的其中一個目標 因為草泥馬的毛比起羊毛更輕和暖 放在放大鏡下看 羊毛也會有輪胎和急溶 但草泥馬的毛是不會的 我們這次看到的都是剛剛剃完毛的草泥馬 要剃完140隻要成兩天 我們剛才餵的那些全部都是女生 現在我們就去看看那些男生 這個情景也挺好笑 我們左邊是草泥馬女 前面是草泥馬仔 右邊又有幾隻 我們全班人就被草泥馬圍在中間 原來右邊這幾隻是全班最偏的男同學 一放在一起會打架 所以要分開 而最遠的那隻就是大腦 所以要自己住一個獨立倉 但他們頑皮可能也有原因 其中一隻就是因為之前被人收養的時候 他自己一個太久 所以變得很aggressive 所以養草泥馬至少應該要養三隻 就算其中一隻死了也還有Friend 很軟很多 因為圓圓其實很roof 這個是軟面的 其實好像棉花糖 嗯 要提提大家 由於這裡真是很不commercial 除了草泥馬和美景之外 真是甚麼都沒有 連廁所都沒有 所以要在前面的小鎮去定先 而且來這裡一定要跟Valerie 因為他平時不是在這裡住的 因為他平時不是在這裡住的 Farway 中文名叫旺雅雷 人口大概有9萬 比Hamilton少 不過已經是奧克蘭北面最大的城市 主要都是以工業為主 旅遊景點其實就不多 待會我們會去看一個已經停產的石礦場 改建成為的花園和一個瀑布 不過現在還是先吃午餐吧 好 找到了 一個啊 strategies 有報告 連 secre雲 二 二